所以超吵的 不曉得我的聲音錄不錄得到 喔對對對 大家記得一定要開字幕 開字幕 開字幕很重要 因為我都把重要的資訊 也不是重要的資訊 就是我把一些我想要加的梗啊 或一些後面我想要講的話 我都會放在字幕裡面 所以開字幕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電腦太爛 所以我沒辦法剪輯的時候加字幕 如果剪輯的時候加字幕的話 就沒辦法匯出 沒辦法匯出就沒辦法上傳 沒辦法上傳 你們就看不到影片 來看吧 嗨大家好 這是Earsman CC 現在在印度 那你在哪裡 今天呢是三個月特輯 記其中心得分享 所以我在IG上面 搜集了一些大家想要問我的 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會穿著這個 印度的很Local的服裝 叫做Kuta 然後穿著這個Kuta 然後帶大家走進校園 還有幾個比較特別 對我而言比較有意義 或者是比較 就有代表性的位置 會跟大家分享 然後回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順便外加一些我自己的其中心的分享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就是接下來這個問題 就是問我的說 不是問我的說 我也好想瘦喔 是我的錯覺 還是怎樣 為什麼總覺得每次在場面吃飯 然後瘦暈都很不好 好 明以時為天 這樣 明日之境再無程 那今天就給大家看看我的早餐 今天早餐吃什麼 今天早餐呢就是 一顆水煮蛋 然後我把它剝的很臭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我很喜歡這個醬 它是一種 然後有點加了椰奶嗎 我也不太確定 反正它是一個 白色的醬 然後再來是咖哩 這兩個是一樣 只是我裝兩顆 咖哩裡面有馬鈴薯啊 洋蔥這些的 然後是一個飯 然後吐司 然後馬沙蹄 就是他們印度香料茶 然後再來是優格 好 那大家可能會看著說 早餐感覺就還蠻豐盛的 但其實 其實你午餐晚餐都不長這樣 而且午餐跟晚餐 又是晚餐超級辣 然後我又不吃辣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瘦那麼多 我來印度的前一兩個月 瘦到五公斤 好 那 今天應該會上一些圖 來給大家看一下 早餐午餐晚餐各式事情 好 再來再來問題是問我 如何適應印度生活 看這裏是哪裏 這裏是 institute hospital 醫院 因為在這裏 institute hospital 我們不用付錢 就是只需要出示學生證 學生證的話就像台灣健保卡一樣 然後就可以領藥啊 看醫生什麼都可以 我從來沒有適應印度生活啊 我如果感冒發燒 喉嚨痛 月經不適 皮膚過敏 不管什麼 抽血 各種東西都來這裏 institute hospital 有機會再做影片給大家看 反正我常常來這裏 還有一個蠻多人問我的問題 是問我說 印度人聰明嗎 也不一定是聰明 就是 呃 因為 大家知道競爭很激烈 然後尤其是我來的是IT系列的學校 那大家就會很好奇 問我說 欸這個 同學啊 認不認真啊 激不積極 或者是說 會不會像 就是 電視上講 就媒體上講的說 喔他們很奇葩 或什麼 就 會有一些很 很開外掛 好那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呃這邊要先說 我沒辦法跟 把整個印度跟整個台灣比較 illi 我自己待過的台灣的環境 我讀著學校 我生長的城市 跟 呃 還有我的同學 然後跟在印度我現在遇到的人 我的同學 我的朋友們做比較好 好 那簡單來講 如果只要用簡單的話來回答的話 那我覺得是沒有 沒有比較聰明 反而我覺得有時候還有點沙沙笨笨的 就是 現在有飛機 先暫停一下 好 剛剛講到說整體來講 我覺得沒有比較聰明 可是 如果說要用比例來說的話 我覺得 呃 就像台灣一樣 班上總是會有幾個人比較認真 想要舉手 想要跟老師互動 然後總是會有幾個人翹課 那我覺得我自己觀察 我自己粗略的統計啊 一種心 我覺得他們願意 積極主動跟老師互動 然後回答老師問題的人 比例高了一點 但是也不是多數 甚至根本 可能連10%對 不到10%的人 會做這些事 但是台灣可能就是 呃 可能5%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想說的是 我覺得沒有比較聰明 可是比 認真的比例有高了一點 不曉得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這張建築 這張建築 這張建築叫做NAC Building New Academic Conference Maybe 然後如果是大家以後要來的話 所謂的 Global Engagement Office 就在這裡面 就是國際處 國際處你要跟他們接下 各種事情都來這裡 然後它裡面就是 因為它是New嘛 所以要蠻新的 然後要冷氣 所以無聊沒時間可以來找 找那個承辦人員來追冷氣 再來這個問題是 呃 為什麼是印度 好 為什麼是印度呢 這也是 很多人一直在問我的問題 呃 其實有很多原因啊 第一個就是 這邊講的是英文 也不能說這邊講英文 是 我可以用英文在這邊溝通 好 啊第二個reason是 我本身就對 印度的一些文化 或者是一些 神話故事啊 有些興趣 不是說很Master那一種 就是 呃 我有興趣如果 電視電影在演啊 我會想看 這樣 還有就是 非常酷啊 欸 如果你跟你同學說 欸我來過印度 我還在印度讀書 我不是來當背包課 或者說 我不是來 呃 其他像 我不是來看待機馬哈 不是來讀書耶 不是很酷嗎 然後其實我覺得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 至少我接收了一些 中文的資訊 中文的媒體 就是把 嗯 印度渲染的好像是一個 很難接近 很難適應 很難 進入 深入的一個國家 是不是覺得說 欸如果我可以在這裡啊 好好活著 活過 一陣子 然後可以 對好好活著 不管是我身心靈上 就是 心靈上對於 新環境的適應 或者是說 對於身體上 呃對於這些 可以 比較沒有衛生啊 或者是各種 不一樣的 衛生物 的適應 如果我可以過得很好 那我不就是世界 就 就無敵了嗎 我不就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嗎 就是不管是 他們心理上 或者是說他們 一些效率啊 或者是處理事情的態度 對 所以 這個原因就是 如果我可以在印度 活得好好的 我在世界上哪個地方都可以 活得好好的 所以這算是一個我的 給自己的挑戰吧 然後再來考量到一些 實際面的話 就是 首先第一就是如果 相比於其他 英語系國家 印度是比較 競爭沒那麼低 我的意思是 就比較少一下 那以我的條件 我也比較容易 審請到這個 機會 拿到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 還有別的原因就是 我沒有錢啊 印度相對來講 就是比較便宜啊 像現在的話 大概 一塊台幣 會等於 2.5元 Ruby 就是印度使用的 使用的 currence 就是 他們用的幣子 所以 這兩個是很實際 我覺得它是很硬商啦 就是 有沒有錢 這不是你可以 馬上就拿到錢 或者拿到 獎金的 這個你一定要考量 在你選學校 在你選國家之後 然後再來第二就是 你有沒有辦法 拿到這個optimity 你要 你要去考量 For example 你的成績啊 或者是你的 Speaking skill 你的英文能力啊 還有 就是各式各樣 你在申請上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個優勢 比起你其他同學 其他競爭的 其他想要這個不會的人 有沒有辦法申請到 那像我 我自己評估之後 我就覺得 印度是一個 能達到我其他 所想要達到點的國家 然後同時 我又有這個能力 我可以 I'm able to fix this opportunity 然後我自己也 afordable 如果今天我很不幸 沒有拿到任何獎金 那我自己也可以 負擔了 其他也 自費 大概就這樣 就是很實際的啊 大家也要小心 出一些這些問題 好 然後後面 身後這個大象呢 是 呃 叫GC 大象這邊是 一個圓環 那圓環 但是 岔出去會有四條路 那四條路就是 呃 它就是 整個I.A.T. Marjorie 然後 現在這個問題呢 是問我說 我什麼時候要回台灣 呃 我是買單程機票 所以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要回台灣 就這樣